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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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艾文 今天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幾天到了一雙我期待 非常非常非常久的一雙鞋 為什麼會說非常期待呢 因為這雙鞋是我從SDAX透過代運平台運回來的 所以足足讓我等了一個月左右啊 那是什麼鞋呢 先讓你們看一下再讓我跟你們威威到來吧 看到這個鞋盒應該就知道這雙是 Adidas的鞋款 那再給你們看一下鞋盒的正前方 可以看到三葉草 Original的Logo還有 Human Made的Logo 所以這雙鞋就是 Adidas跟Human Made聯名的鞋款 來打開鞋盒 這種滿滿的Human Made愛心Logo的襯子 有時候我看到這種襯子 我都想給它表框起來 因為我覺得真的太漂亮了 來 那就是這雙鞋款 Ariginal的Human Made 對了 先讓你們看一下這雙鞋的鞋錶 鞋錶就是長這個樣子 寫上 Forum LHM HM就是Human Made的縮寫 然後這雙鞋的型號是 S42976 就是這雙 非常的漂亮 好 那我相信這雙鞋 很多人應該會對它有點陌生 因為這雙鞋在台灣的討論度 真的非常的低 我上網爬文真的很少人在討論這雙鞋款 那其實這雙鞋是 Adidas跟Human Made在前陣子所聯名推出的 那這雙鞋總共出了三款配色 一款就是這種白綠 那另外一個就是台灣發售的黃藍 那另外一種是灰紅 桃紅的那種配色 那台灣應該就只有賣黃藍的配色 灰紅跟這種白綠的配色 應該是國外才有在賣 好 那再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會想要買這雙鞋子 其實我個人有一個習慣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會有這個習慣 就是你們會列入一個買鞋的購物清單 哪雙鞋是你最想買 哪雙鞋是你覺得還好的 就是你會依照順序去排列說哪雙鞋 你會先購買 那這雙鞋當時一發布出來的時候 我就有列入我的購物清單內 我就想說 如果有多餘的錢的話 我會把這雙鞋入手回來 那剛好我覺得這陣子 真的蠻少鞋子是讓我非常想買的 所以我就打開一下我的購物清單看一看 那這雙鞋我就來查一下好了 結果不查還好一查不得了 這雙鞋在SDAX上面只要賣3000出耶 阿迪達斯這麼經典的Fory鞋款 再搭配Human Made的聯名 只要3000出耶 當時我就想說 嗯 既然現在也沒有什麼鞋款 是我想入手了 二話不說 買起來了 所以 就到我手上了 好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這雙鞋的設計 跟它的整體材質運用 我不知道你們看到這雙鞋的第一眼 我會覺得它像什麼鞋 我覺得它第一眼給我的感覺真的 非常的像是足球鞋 或者是高爾夫球鞋 我覺得是因為它這個中底設計的關係 這雙鞋最顯眼的地方莫過於就是 它利用經典的Fory鞋款再加上 而迪達斯引以為傲的BOOST科技 這樣子的設計就非常有經典復古結合科技的味道 這邊我拿個Fory鞋款來給你們做個對比 上面這雙是Fory鞋款 那這雙下面也是Fory鞋款 只是中底採用不一樣 如果把中底部分蓋掉的話 應該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這兩雙都是Fory鞋款下去打造的 那這雙鞋就是利用大量的皮革跟脊皮下去拼接 那其實仔細一看的話 它鞋前利用的皮革跟鞋後面這邊利用的皮革是不一樣的 鞋前到鞋帶扣這邊的皮革就是用上 大家比較常看見的皮革就是非常光滑 那這個皮革的話就是比較普通 那到鞋中後這部分的皮革就用上了 比較好一點點的皮革 它的皮革就是有紋路的皮革 那按下去的話也比鞋前的皮革還要來得好摸 也比較軟一點點 然後鞋後跟延伸到鞋內側這邊就是用上 灰色的脊皮 那愛迪達三條線的LOGO 則是用上綠色的脊皮 這雙鞋有一個地方我非常喜歡 就是鞋後跟這邊 綠色皮革搭上HumanMade的標語 Gears for Futuristic Teenagers 而且這一串標語也不是用燙印上去的 它是用壓印上去的 所以非常的有質感 然後鞋側的這個愛心LOGO 真的非常的迷人啊 那再來鞋帶拉環這邊也有寫上 DRIOS的字樣 那這個字樣是立體感的 所以看起來也非常的好看 再來這邊就是有一個細節 鞋帶拉環這邊打開 哇 這邊就寫上了HumanMade的字樣 然後這一串是刺繡上去的 非常的扎實 非常的有質感 只是我覺得HumanMade這樣刺繡在這邊 我不知道它的設計靈感是怎樣啦 因為你鞋帶環拉下去的話 也是看不到啊 所以我不太懂這個設計 是要騙誰看的 還是要讓我們就不要 就這樣拆開走路嗎 不過也還好啦我覺得 有 終於沒有好 然後鞋帶的話是附上這種 純白色的鞋帶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一點是 它沒能附上綠色的鞋帶 我覺得如果換上綠色鞋帶 可能會比較好看一點 鞋子的部分就是縫上了 綠底白色3A槽LOGO的小標 然後鞋墊的話就是非常乾淨的鞋墊白色 然後印上HumanMade的LOGO 那這雙鞋這邊其實蠻貼心的 就是左腳會寫上L 右腳寫上R 所以可以讓你清楚明瞭的知道說 這雙鞋是左腳 這雙鞋是右腳 雖然正常人應該說看外型 就知道怎麼分辨腿右腳了啦 那在鞋前這塊就是用上了綠色的塑膠板 我覺得這塑膠板的設計應該有兩個用意吧 第一個就是為了整體的設計而去設計的 再來就是我覺得它設計這塊主要應該是要加強鞋前這塊的穩定性吧 因為穿上腳真的可以明顯感受到鞋前這一塊的穩定性還蠻足夠的 就是腳你在裡面的話比較不會亂飄移 再來鞋底的話就是採用這種乳白色的橡膠大底 最後它的代理就是使用Ellidas引以為傲的Boost科技 所以這雙鞋我覺得它結合了經典和科技的元素 穿搭上不管是復古風格或者是比較偏未來一點的 接頭感一點的都可以駕馭 好那接下來就來上繳這雙鞋給你們看吧 ista雞鞋 好 所以這雙鞋的上角就是這個樣子 我個人是覺得蠻好看的 也蠻好搭的 不浪費我期待它期待了這麼久 總之我覺得這雙鞋它就是非常的簡單好看 尤其是這個愛心的LOGO 真的非常的銷魂啊 整體來說我覺得真的沒什麼缺點 我覺得啦 硬要講一個缺點的話我覺得就是它的中底吧 我覺得雖然它是採用Boost科技的中底 但是它踩起來的感覺並沒有我們對於Boost科技的那種Q軟的印象 反而我覺得這雙鞋踩起來有點偏硬 就不會覺得說我們對Boost科技的印象就是踩起來會陷下去 會軟Q的感覺 但這雙鞋踩起來我覺得硬硬的 但是也不會到很硬啦 就是比我對於Boost的印象來說它是偏硬的 還有一點啦我覺得鞋前的這個皮革這邊 我覺得它在走路的時候 腳背這樣彎的時候 會有點硬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新鞋關係啦 所以穿久應該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那主要我覺得應該要講缺點的話 就這兩個缺點吧 那其他的話我覺得 非常完美 Perfect 的一雙鞋子 最後我還是要強調一個東西就是 愛迪達的做工真的比Nike還要好啊 好那這就是今天的這雙鞋開箱影片 你們也喜歡這雙鞋子嗎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